去年养的 73岁老大爷 重拳KO21岁年轻小伙 打到对手倒地不起 下的裁判赶紧结束了比赛 那好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一场年龄相差 50多岁的泰拳大战 那我们看到眼前的大爷 今年已经是73岁了 但是这个精神头 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差 甚至还要比经常熬夜的 年轻人身体还好 那他就是泰国拳坛老将恩猜 当年他也是泰国 赫赫有名的百胜拳王 那今天恩猜的对手 就是眼前的小胖子 那看他眼中充满了不屑 完全没把恩猜放在眼里 那好的 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那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大爷是非常自信 而且这个身上的肌肉非常壮硕 那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这场比赛是 双方年龄差距差了50多岁 这个大爷是73岁 小伙子是21岁 虽然说年龄差距非常大 但是我们看到老大爷 这个打的还是非常猛 一直在向前压 那前几年啊 年轻的时候 这个大爷是泰国的百胜拳王 赢国的比赛是数不胜数 打费的对手更是多到不计其数 我们看到 大爷连续的肌腹 不过这个小伙子 肚子上的坠肉非常多呀 还是比较扛打的 比赛就是从表面和平的保败的 跟这个大爷的贝心 把他们忍为大一样 不得有什么 我的贝心 你把贝心 在看他们的贝心 我看他们 非常感兴趣 我看你 我们看到大爷虽然说已经73岁了 但是这个闪避非常灵敏 这个小伙子想要打 也是打得比较困难 不得不说这个大爷的身体是真的好 可能有些人到了年龄稍大一些 可能开始做论语了 主拐杖了 但是这个73岁的大爷 还能接着在擂台上打比赛 确实是很难去做到 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双方稍做休息 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回合 双方选手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 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哎呦 我看到小伙子踢出一脚 大爷真的是这一下硬扛了下来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回合 小伙子开始发力了 那大爷现在逐渐有一些 打起来比较困难了 看一下能否调整好状态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小伙子持续进攻 另一边的大爷也是不甘示弱 双方开始互相的拼拳拼力量 那现在虽然说双方打得很猛 但是大爷是完全不落下风啊 甚至现在还可以反过来进攻 连续的去击负 哦呦 我看到 一拳直接击倒了 哦呦 这一拳相当的结实了 台下观众现在已经非常沸腾了 这一拳可以说是刷新了大家的认识啊 73岁的老大爷能够一拳把这个21岁的小伙子打到倒地 现在明显看到小伙子已经精神状态不太好了 已经快要被打懵了 呜 但是大爷一定要小心啊 吉他认识优独播放 大爷就是了 大爷像专门 leb onto壳 善客人 好的 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回合大爷打得非常猛 虽然说这个小伙子连续中拳 但是大爷马上就能把这个机会反过来 把这个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 在第三回合双方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三个回合 那我们看到大爷的头发虽然有一些凌乱 但是整体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体力保存的非常好 这时候小伙子开始疯狂发力 把大爷是整个人逼在墙角 不过大爷这边也是不甘失诱啊 提了提裤子 调整好状态 我看一下能否拿到更大的优势 这一下摔得非常结实啊 但是大爷一点事都没有 马上起身 再一次投入到战斗中 那确实不得不说 大爷的身体非常的好啊 可能有些年轻人摔了这么一下 都要躺半天才能起来 但是大爷立马就能起身 那大爷这一下是受试了 那大爷这一下是受试了 这一下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现场的裁判和医生 赶紧看一下大爷的状态如何 我大爷确实是非常扛打 身体状态非常好 再一次继续比赛 大爷的状态 好的 现在第三回合比赛已经结束了 打完这场之后 看一下大爷的状态 看起来还是依旧不错 状态依旧非常好 那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回合 双方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第四回合 确实是没有想到 73岁的大爷能够和21岁的小伙子 打到第四个回合 不知道是大爷实在是太厉害了 还是这个小伙子不太行 我发现了这支是太厉害了 我发现了一个小伙子不太行 都会发现了一个小伙子不太行 我发现了一个小伙子不太行 我发现了一个小伙子不太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小伙子其实有一些累了 这个状态并不是很好了 整个人已经开始放赖了 我看一下大爷 现在还在进攻 另一边的大爷 状态可以说是依旧非常好 甚至和第一回合刚开局的时候 状态没有什么区别 他现在看到双方打得依旧非常激烈 哎呦什么情况 大爷一拳击负 这个小伙子直接是栽倒在地了 裁判直接结束了比赛 那这一拳可能是已经打出内伤了 赶紧用这个矿泉水降温 这一拳打得可以说是出其不易 小伙子完全是扛不住大爷的重拳 这场比赛可以说大爷打得非常精彩了 今天的比赛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